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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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需要再谈谈 因为现在有人要颠倒黑白 搞历史虚无不许 有个篇文章啊 作为《篡改抗日游史》 是为了颠覆新宗多 作者凡此诸诺 看的是这个画面 我看的也非常好 是吧 这个文章说 对于抗战题材的文章 一谈到国民党军队 抗战失败的原因 或说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 有些人便神经过敏 气急败患 甚至哭天抢地 垂心顿足般的发泄 不满情绪 不仅如此 还像小林嫂那样 不停地反复念召售 国军荣耀的一切的贵案 和国军的所谓伤亡残重 以此证明 是国军抗日 是救中国人民 于水火之中的东方英雄 且不说 中央国军 从来就客观地评价 国民党的抗日爱国行动 并把一些 如张国中 等国民党的抗日将士 并为英雄 而大肆宣传 但就历史的事实 令人又不断不想到这些 这些人 已经不折不扣地 划上了另一个极端 即全盘肯定国民党的抗战争 而对 为什么 丢失了大大的中国 并发生了 本部应该发生的 南京大战争 等一系列的历史悲剧 没有任何反思 这样全盘肯定 国民党抗日的结果 这些人产生取得不解 比如 某些人知识不提 东北是怎么丢的 外国是怎么丢的 华北是怎么丢的 国民党首都 是怎么丢的 直至大半个中国是怎么丢 知识不提 七七卢国桥事件之前 国民党在抗日战 抗日战当中 几乎无所作为 上任日军在东北 作打作强 并成为进一步 新华的战略基地 而只是在西安事变之后 国民党才被动开始抗日 知识不提 为什么国民党军队 除了极少数胜仗之外 几乎是美战必败 从东北一溃前里 到 大西门 追字不提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 甚至七七事变后的 厨户会战 不许反思 权力抵上 而是把中国的命运 寄托在 美国英国等 国联上 知识不提 有时仅仅是日军一两万人 就可以使数十万国民党军队 顷刻间土崩瓦解 知识不提 拥有几十万住房大军的国军 抵御不住几万日军的进攻 为了在后方有时间 构筑新的皇军攻势 竟然 将黄河花人口大地给拔开 日军没有阻挡住 却活活淹死了上百万无辜的百姓 并让上千万的百姓 乌家可贵 任凭黄河水泛滥 而使河南 安徽 江苏 三省四十四个县 成为水泽之国 历史长达九年之久 知识不提 日军未告 却草木皆军的 一把大火 将文明古城 长沙毁于一旦 成为 世界上二十世纪 重大灾难之一 并成为 至今的 全世界的孝明 知识不提 进入抗日战争 相识的阶段 以后 日军 给国民党的政战战场 主要进行局部的有限进攻 实施政治 和战略上的压制性的作战 每次作战 通常在一个月之内 而且往往 在到达 预定地区之后 立即停止 或者撤回 国民党军队 所始终在战略上 采取消极的防御作战 缺乏对日军的主动进攻 因此 在南昌 隋藻 早夷 玉南 上高 长沙 等一系列会战人 尽管 广大爱国官兵 不乏英勇抗敌 壮烈牺牲 却往往不能 打破日军的作战企图 只字不提 1941年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为了确保 在中国的战兵区 实施成为 太平洋战争的兵战和基地 对敌后军基地 实施了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和治安强化运动 对国民党 继续执行政治右翔为主 军事打击为主的政策 当日军使用在华兵力的 72% 对国民党领导的 敌后抗日军基地 进行以三光政策 而闻名的最惨不真道的大扫荡 国民党的战争反而沉浸了下来 知识不提 欧洲 战场的战争爆发后 英文美对华的支援 转向了积极 1940年10月 英国首先开放了 封锁 打三六的 滇点 公路 原行物资 开始源源进入 1941年11月 滇点 滇点 滇进 情况紧急 为了确保 滇点路 国际交通线 的通畅 决定中英共同床域 滇点路 于是 就有了1942年初 中国远征军 入免作战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十万远征军 作战 国阅 国阅 最终 以损兵 折将 而告出 中国西南 唯一的国际 交通线 被切断 之字不提 美国总统 罗斯福 对 蒋介石 抗日 屡屡失败的感悟 罗斯福说 中国军队 一心只放在 监视 共产党军队上 根本无心 和日军作战 这个信息 我们是从 罗斯福的儿子 艾罗特的 回忆中 得到 之字不提 按照 开罗会议的 商议 中国军队 将在1944年春季 向缅甸日军 发动进攻 可是 届时中国军队 却迟迟不动 罗斯福 初次催促 蒋介石出兵 蒋介石 以美国 对这十几美元 盖口的名后 要把第二次 颠免战役 推迟到 1944年 以继续之后 罗斯福 被蒋介石 的态度所激怒 放出狠话 说 如否得下 盖口出兵 美国将断绝 一切经济 军事援助 在美国的高压下 蒋介石 才被迫出兵 1944年4月 同期 率领军队进入缅甸 开始了第二次缅甸战役 这次不提 1944年9月 为解救 在滇西农营的 远中军 美国将军 史迪威 提出 调出 围主 赏阳明边区的 独中南大军 南下复权 在那时 坚决反应 最终导致了 史迪威将军的离任 从此 罗斯福对中国军队的 抗战 彻底丧失了信心 连向中国军队提供 武器的热情 也冷却了 美克曼上任后 向罗斯福提 用美式武器 为中国军队装备 36个时 并进行美式训练 被罗斯福 搁置不离 这次不提 进入 1943年后 美军 于2月7日 在 瓜德尔塔尔岛战役的胜意 成为太平洋战争的 短折点 从此日军 开始走上下头 1943年的春夏 中共领导的 敌后根据地 在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后 开始进行了 局部的反抗 到1943年底 基本恢复了 原有的根据地面积 44年 我八路军 新四军 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反攻 大片国土被解放 日美军 归宿到 铁罗沿线的 狭小区域中 只字不提 已知成为 鲜明对照的是 国民党的正面战场 由于日军 在太平洋战场上 连年败退 海上运出线 被美军切断 积极在中国大陆 打击日朝 从满洲 到越南的 陆上交通 并攻占美军 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 1944年春季 日军 集结50多万军队 向 河南 湖南 广西地区 大举进攻 驻河南的 台湾国 首军40余万 面对5万多日军的进攻 竟然全线溃败 前后不过38天 河南全省 就被日军占领 首军司令 台湾国 首先脱离战场 逃跑 面对日军的进攻 中国首军 无心抵抗 军官们 在忙着 把自己的亲属 财产 转移到 后方安全的内地 在战场上 甚至出现 几百人的日军 打败上万人的 中国军队的状况 在历时八个月的 玉香贵战役中 中国军队此时兵力 五六十万 丧失河南 湖南 广东 广西 等省 大部 和贵州一部 丢失大小城市 146座 即 美军空军基地 7个 飞机场 36个 在已成为 强弩之末的日军舰前 国民党军队 遭此败祭 连蒋介石都 感叹道 国土丧失之广 战彼同胞 流离痛苦之深 国家所受的耻辱之重 实在是第二期抗战史中 最堪悲痛的一夜 对蒋介石还有脸说 只字不提 是如何与日冲 签名了一系列 丧权辱国的 诸如 秦土协定 和美协定 宋户停战协定 贪固协定 等协议 只字不提 包括国民党副主席 王军卫在内 大量国军的投机叛变 形成历史上 把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的二鬼子 只字不提 国民党军队 有大快 人心的 集中大军 精心策划 彻底消灭日本鬼子 却能够 有大军精心策划的坚决 果断的杀害 我抗日的新四军 制造震惊中外的 宛南事件 就是 对于蒋介石来说 他没有心思 把主要经历 搁在消灭日军上 主要是对于 国民党军队 只字不提 国民党军队 是能积极的 配合日军 斜空作战 默契的剿灭 让日后 闻风丧胆 解放了 包括中国北部重镇 多能在内的 大片国土的 吉红昌的抗日大军 并杀害了吉红昌将军 只字不提 为什么在太平洋战争 刮发后 国军无论在 陆上 还是在天空 对于处于 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几百万大军 反倒不像 全面抗战之初那样 积极 平凡的 大国民会战 而是 全塞在西南大陆方 无所作为的 一直到日后投降 只字不提 为什么国军 直至日本投降 也不见收复 多少敌人的战典区 只字不提 为什么 巴鲁军西子军 在敌战区 在几乎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 可以 以极其原始的装备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 发展壮大 并解放了一亿多人口 收复了大片 日北战领区 只字不提 为什么大批的爱国学生 知识分子 爱国华侨 甚至海外的 比如 像加拿大的白星 印度的 迪克天华先生 等等外国有人 能够冲坐国民党 日北军的冲冲封锁 来到共产党 兵党的抗尔克地地 参加抗部斗争 只字不提 国民党军总参长 美国人史立威将军的断言 国民党政府 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政府 他们的贪污腐败 指挥无能 是不可能战胜日本人的 抗日之希望 在共产党 在八路军 这些人 不顾最基本的史之 像鲁迅笔下的 咸咸嫂一样 这是一位的 如属扎针般的 属着国民党 一些著名的所谓会战 属着唯一能够自豪的 国民党军队 伤亡惨重的人数 以此得出 国民党军队 是积极抗日的 而只字不提 为什么在几乎每次战役 人数战绝对优势 甚至武器装备 也不差的情况下 竟然 让比自己少得多的日军 进行了打工的屠杀 当然我们不否认 一些国民党的 泰国冠军 也为抗战争 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但结果终归是失败 为什么中国军队 会一口气的 从压到将军 把不可一世的美军 达到三合线附近 而且死伤的人数 也要比美国的 连统部军少得多呢 这就是 在把抗战争 和朝鲜战争 做对比 为什么同样是 中国人 这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对吧 应该说 朝鲜战争中 美军的装备不会比二战事 日军的准备差 退步讲 当时国民党是 主政党 外来入侵 他不抵抗 谁抵抗 他不保卫国家 谁保卫国家 图有几百万 军队 这时候不打仗 什么时候打仗 即便是 为他自己政权的生存 也该抵抗吧 否则 如果不像汪英卫 这位国民党副主席 学习 那只有制裁了 这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 国军的会战 发生了 而战争的结果 却是十分令人沮丧的 甚至是愤怒的 最近是什么原因 导致国民党抗日 如此的窝囊 居然还有人 把这样窝囊的抗日 企图作为中流砥柱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些人以为 现在风向第二马 可以肆无忌惮的 为国民党的积极反共 消极抗日 特别是1938年 武汉会战后的 消极抗日翻了 以为用一系列 被保证国民党政权生存的 被动防御 最终还是仓皇 跪拜的会战 利用低级的肉弹战略 战术 这豪主 就可以 为国军使 中流砥柱 而去论证了 以为用铺锵盖地的 肆无忌惮的 几百倍的 夸大国军 战绩 就可以把历史的失败 瞬间转备为 历史的荣耀了 真是自欺欺人 难道国军从东北败到西南 几乎丢掉了大半个中国 不是事实吗 难道政府军几十万 不放一枪 就让日军一两万人的部队 赶出了东北 不是事实吗 难道 西安事变 才促使暂时抗日 不是事实吗 难道拥有几百万国军 最终又丢掉了 上游守城部队 十几万的国民党首都南京 乃至丢掉了几乎大半个中国 不是事实吗 难道国民党数百万大军 退守在一守南国的大西南 无所作为 不是事实吗 更为奇巧的是 难道不是少数日军 就可以大规模的屠杀 抗日的国军吗 不错 国军是进行的一些所谓的会战 是死了包括几百位将军在内的大量的国军 我们要向这些为民族而战的 而牺牲的英雄们致敬 而且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抗日的英雄 但是我们更不要忘记 是如何发生这样大量的国军 被少数日军轻易屠杀的 有人解释说 日本人太厉害了 是这样吗 国民党是曾经抗日 但其窝窝窝窝窝的战争 我们应该吸取的是教训 一个不依靠人民的一心只为自己着想的贪污腐败指挥窝窝的政府 军队是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战略企图的 也是不可能最终战胜敌人的 即便武器在精良在先进 即便一些将士在拼死抵抗 甚至牺牲无数 即便这样的被动防御会战成千上万 也会发生抗战中 日军只凭小股力量 就可以轻易对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屠杀 不能控制战场的主动权 只有被动挨打 不能有效实现自己的战略企图 只有会战一批了事之后 仓狂溃逃 不能有效的协同对敌作战 只有期望外人帮忙的军队 是没有自作称自己是中流砥柱的 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本不想说什么 但是实在看不下去 有人为了某种政治起乎 不顾历史的惨痛教训 借一些和个体的国民党军队 英勇抗战 来为国民党整体消极抗战 粉饰犯人 试图逃避 丢失山河 国火家王 死伤同胞 散陷无碍案的历史作人 各位我深述 某些人不是反思 为什么几百万国民党军队 竟然打不过几十万日军 不是反思 为什么国民党军队 有大量的德谢师 苏谢师 美谢师 甚至还有绝对的制空权 却老是让日军已少胜多 而是终抢什么抗日的中流砥柱 如果你这样打得好 如果你不是丢失了大半个中国的国土 如果你没有丢失首都南京 你不用招 你也不用一银般的夸大几百倍 甚至上千倍的抗日战绩 这个中流砥柱就是你国军的 可惜仗打成这点 最后不得不拳锁到大西南 无所事事 甚至在日本投降后 既然发生了 国军想接收日军投降 却边长莫及 非要在美国的帮助下 乘火车 轮船 甚至飞机 天地条条 急急忙忙的赶户 抗日前线去接收 已经被共产党领导的八国第四军 提起其他的一切抗日武装包围的 解放了敌战区的 日本投降军的尴尬境地 当今 国民党的抗日神剧 在大陆泛滥重灾 让今天的无知的孩子们 以为原来国军是那么的强大 这是无人子弟呀 当今的政治者 以为用几个文人编制的 被夸大了 几十倍 上百倍 乃至上千倍的 国军抗日战绩 一赢 就可以试图一页障目 不见国天 被日寇铁蹄下 如何蹂躏的 蒋介石的 民国 不见国军的那种让人难以启齿的窝囊抗战 我想 如果不是某种政治企图 那么这种阿寇班的经文胜利法 会让中国再度变成东亚病夫的 这篇文章 我大致念了 其实 这篇文章的要害就在于它的题目 篡改抗战史的目的是要颠覆新中国 其实我们还可以多问几句 是谁丢掉了华东 华中 华南 是谁让日本人从东北一路打到广州 是谁丢掉了中国的半壁江山 甚至大半个国土面积 是谁贪污了空军的购机团 这宋美龄啊 宋美龄当时担任国人党空母委员会的副主任 本来应该从美国采购一千 一千三百五十架飞机 结果只买回来的三百五十架 那一千架的飞机的款项 进入了苏美龄在美国花旗银行的账户 至于孔强熙的女儿孔二小姐 那也是贪污啊 那会儿他就知道拿回扣 对吧 是谁出卖了盟国 是蒋介石啊 蒋介石当年为了打内战 想不让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 那苏联开出条件 你要让我不支持中国 那你就把外蒙各位欠字 连蒋介石的旧爷宋子文都不好意思欠 结果 蒋介石命令一个姓房的外交部长 逼他欠 做出欠了 是谁放弃了对日本战争的赔款 是蒋介石 现在日本京都一个公园里还立着背了 感谢蒋介石 感谢蒋介石 是谁放弃了对日本本土的不军权 是蒋介石啊 最可恶的是 现在竟然有人把蒋介石干的这些缺调事 栽赃在毛泽东头上 比如说毛泽东 出卖了外蒙 放弃了对日战争赔款 最可气的是 这蒋介石是 恬不知识 你自己出卖的蒙古 结果到台湾以后出版的中央民国的 所谓中央民国的那个地图 还包括外蒙 好像他没出卖的样子 那么这些年来 从民国范儿到国民党军队的抗日神剧 喧嚣于中国的各类传媒 宋阳蒋介石 编宿毛泽东 早就成为时尚了 这样的风潮 已经肆虐到 不顾基本的事实 不顾逻辑的地步 这股风潮之虚伪 对我们这些 上了点年纪的人来说 这些事实相仰一见 但对于一些 年轻人呢 他们太不了解那段历史了 他们以为电视剧就是历史 以为细说就是历史 了解这些事实固然必要 但更需要深思的是 这股风潮为何肆虐的三十多年 至今不散 必福建 嘲弩毛泽东 触犯众怒 居然还有一大批人为他洗地 将问题转化为所谓的告密 言论自由 其实 这是范皮的参与者拍的 并得意的在朋友圈中转发炫耀 在扩散过程中被人放过网上 才发现他上大事了 这与告密何干呢 这一风潮的背后 是毛蒋之争 以及毛蒋身后 是选择蒋介石 还是选择毛孙之争 蒋介石 无疑是中国精英集团的头目 所以国军抗日 要靠抓壮兵 毛泽东是中国屌丝的头目 因此他强调 与谁关键 蒋介石 拥有几乎全部的政治经济知识资源 毛泽东与蒋介石相比 那是赤手空神打天下 无异于叫花子 与龙王比保 然而毛泽东去把蒋介石 赶到几个小岛上去了 这无疑让整个金融集团 弃背过去 在毛泽东时代 强调消灭三大差别 强阔金融集团 与工工相结合 第一 让官大集团 为人民服务 接受群众监督 否则人民群众 就造反有理 第二 让士大夫集团 及知分子集团 向工工党兵学习 改造思想 改造世界观 为人民服务 否则 你知识越多 就越反动 就还要进行 进一步的思想改造 因此毛泽东彻底 得罪了 中国的这两大金融集团 等他们好不容易熬到 主席去世 金融集团总算 不必看群众脸色行事 可以书写自己出天的故事 因此 送奖扁毛 赤在必行 复辟资本主义 赤在必行 因此 某些人 就从篡改抗战史入手 被颠覆 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 造势 可惜 我们的执政党 共产党 却看不到这一点 别以为 这仅仅是一批文人 在摇唇古蛇 尚从建筑中的 意识形态的风向 从来都是经济基础的反应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到2015年2月 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中 国有份额 仅于22.7% 而非国有投资 高达70.71% 而在非国有投资中 个体经济仅占0.37% 集体经济仅占4.08% 其余95.55% 都是典型的私人资本 无形的事实告诉我们 私有化在中国 已经接近完成 学术界 舆论界 娱乐界的乱象 不过是证实了 私人资本势力的强大 因此 必然的逻辑是 随着资产阶级 在经济上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他们势必要在政治上 谋取相应的地位 这就是 毛雨士 新子凌 李锐 何北方 杨承飞 作业本 笔福建 卢桂军 等人 嚣张的时代背景 与其 去讨伐这些前台的漂亮小丑 不如认真思考 中国将何去何从 是要迎回蒋介石 抛弃毛泽东 还是继续否定蒋介石 继续坚持毛泽思想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决策 那么还有一篇文章 是 乔梁将军写的 题目叫 鬼子投降前后 投降前 最后一个月 国共两党各自在干嘛 我们这篇文章 有的同事看我 但是我还是想再来念一遍 因为这事实说不太好 文章说 1945年8月15日 日本战败投降 那么在前一个月 就是1945年7月15日 好 我们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看看 国共两党不在干嘛 现在国共党军 对日作弹的战场 1945年7月15日 日寇攻占福建 云霄县城 还几天 日军洗劫了浙江金华县 7月19日 日军攻陷江西万安县城 20日 日军攻陷福建 张安县城 21日 日军攻陷江西 吉水县城 23日 日军攻陷江西太河县城 当时是国民党 对江西省政府的所在地 24日 日军攻陷广西平昌县城 和镇长关 27日 日军攻陷江西万载县城 29日 日军攻占江西基岸县城 30日 日军攻陷江西上岛县城 8月1日 日军攻陷江西奉县县城 高安县城 2日 日军攻陷江西 辖江县城 3日 日军攻陷江西 新战县城 6日 日军攻陷江西 清江县 张署震 7日 日军攻陷江西 清江县 全境 8日 日军攻陷江西 封城县 一直到8月12号 国军还丢失了 一个县城 就这样 在连败的情况下 到8月15日 突然听到了 日军投降的消息 日本人自己承认战败了 这对国民党来说 真是天上掉下的一切 日军差不多每天 不在攻克 国军防守的县城 然后 突然宣布失败 有条件 他 这个 投降 在我们叫胜利的时候 国军居然还能丢失 陷阱城市18座 让这些地方的人民 见识一下日军的三光政策 这可以说是二战中的奇迹之一 我们仍然以这最后一个月 为例来看看共产党 都在看什么 中共对日作战战场 1945年7月15日 新子军收复阳中县城 23日 八路军山中军区收复阎城 24日 八路军 纪鲁玉军区六分区一部 收复山都五城县城 26日 八路军 纪鲁玉军区四分区一部 收复河北广东县城 26日 纪鲁玉军区 第四军分区 七军分区 八军分区的主力 收复唐义 阳谷县城 28日 八路军 纪鲁玉军区三分区一部 收复山东 管涛县城 31日 八路军 纪鲁玉军区二分区 收复河北巨洛县城 8月7日 八路军鲁南军区一部 收复沸山县城 7日 八路军 纪鲁玉军区十二分区 收复河南福州县城 八日 渡海军区 第六军分区 收复山东省高队县 八日 纪晋军区 纪查军区 地方武装各一部 分别收复河北省 平山和查海省 逐路两座县城 还是八日 纪查纪军区主力一部 收复隋原省 清河县城 十四日 纪鲁玉军区部队 收复山东省东县县城 十四日 习纪军收复定的县城 十五日 日军投降 我们八路军区 一直打到 胜利的前一天 对比看来 最后一个月 国民党丢失了 十八座县城 而共产党 夺取了十六座县城 没有丢失一个县城 这就是对比 这就是差距 我对乔良先生 这些军党的点评论 都是中国人 怎么做人的差距这么大呢 都是中国的政党 怎么领导力 执行力的差距这么大呢 都是军人 怎么打荡的水平 差距这么大呢 都是双方的最高军事总帅 怎么指挥的能力 差距这么大呢 这是胜利 到来的最后一个月里 占有国家主要财力 人力物力的国民党 政府和军队的表现 和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跟我们造的 中共军队相比 的确相距甚远 我们尊重一切 为中央民族牺牲的英雄 不论他的信仰 党籍 和属于哪一支军队 甚至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民众 法官 但是客观的证实历史 却是我们的本分 对于这些每天不断丢失中国江户的国民党兵 我想说 兵 可能都是好兵 但你们的上层太垃圾 还是这些兵 1940年 投降了解放军 换了身军装 军军到朝鲜 把美国人赶回 到三八线 我再说一句 大家可能都知道 邱少云 这个烈士 这个烈士 和我一查 他是在成都战役 我军解放成都的时候 佛罗的国民党士兵 到了我们人民军队 就变成这样一个 英雄无谓的战士 一个顶天 立地的英雄 同样一个人 在不同的军队 有不同的政党领导 差距就这么大 那么人不知道 有一篇文章很重要 是中央中央 党史研究史写的 提出叫中央官长 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有砥柱 他分几个标题 具体内容我不说了 我只该中央地说 第一个标题 最早抗战 中央官党最早高级全民族 抗战旗帜 最早组织东北抗日 流济战争 以局部战 局部抗战 揭开了世界反法 所以我们今年 纪念抗战70周年 在哈尔滨这个地方 进行意义尤其重大 那么 第二个标题 组织抗战 中共积极倡导 诚心维护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凝聚了中央民族的抗日力量 第三个标题 领导抗战 是中国共产党 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 持久战略总方针 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为全民族的抗战 指引的胜利方向 这边毛泽东 就突出了贡献 那抗战之初 简念说什么 他诉讼论 结果没诉讼 马上就走到另一个基砖 叫做王国论 那这是毛泽东出了 论持久战 说中国抗战 既不能速胜 也不会王国 是持久战 三阶段 一下子指明了抗战的方式 而且把游击战 上升到战略层面 那是毛泽东建 第四个标题 艰苦抗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军兵 在敌后战场 与日本区热军 浴血奋战 为抗战胜利 做出巨大贡献 前面书夫都说了 我们拖住了 日军的72%的兵力 第五个标题 胜利抗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军兵 对抗战成胜利 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写下了壮丽的历史篇章 这都历史了 这不是你谁说的 因此 这五个小人提出完之后 得的结论只有一个 这中国共产党的确是 中国抗战争中的 重有砥柱 这也不是我们下的结论 是历史告诉我们的 其实 其实国家团在1949年的 这个溃败 是从1931年开始的 丢东北又开始丧失人心 所以那抗战中的消极抗战 积极反共的表现 就已经丧失人心了 到了抗战结束后 为了一党独裁 再次发动了反人民的反国民内战 那是握口倒下的最后一个人爆炒 那是人心丧失殆尽 因此49年 中国人民用脚投票 抛弃了权战士 选择了共产党 大军进城 万人空向欢迎 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大问题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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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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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还有一个就是 李宗盛 南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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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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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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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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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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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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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都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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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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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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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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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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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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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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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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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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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